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乐学成长空间 我是乐学 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回到了老板面对面的系列 而今天我成功了 我成功冲出马来西亚 终于邀请我的第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老板兼嘉宾 那么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演员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小孩不奔》这个系列吧 而即将在2024年上映的《小孩不奔3》当中 我们将会发现今天这个嘉宾的身影 而且除此之外也在近期的这个贺碎片《小贩之王》 他也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那么除了这个演员的这个角色 他本身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模特 餐厅老板等等 而等一下我们也会着重来看讨论 他目前的生意 也是目前新加坡最具有娱乐性的流连拍卖平台 那么思维师 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老板Colin 钱汉群 上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哈喽 嗨 热学 大家好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上这个平台 先祝大家龙年快乐 大家龙年健康平安 谢谢Colin 那么Colin也谢谢你 抽空上来我们这个平台 那么Colin 其实就像刚刚一开始讲了 其实我觉得你的 当我们一开始初步谈天的时候 你整体的人生经验非常的丰富 那么我们就比较好奇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你其实都做了什么 我早期做什么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被我妈妈影响 因为毕竟她是个 丛林做起 变成立法院的老板娘 所以那时候由她带大 很多时候灌入我脑袋里面 就是要做生意 这样才有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空间 当然也见到她的忙和累 还有酸和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早期就灌入我的脑袋里面 我要做任的事情呢 都必须有心理准备 最早期第一份工 是在1984年 那时候我才17岁 对 就打工 就是那份工是有那个CPF的 新加坡给的CPF的 那时候我是做waiter 是在一间酒店 还没有开始之前 在里面做waiter 就是训练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印度客人带这个小孩子 他的儿子应该大概是三到四岁 他吃吃到一半 那小孩子吐了满地都是 灼着都是 我就连忙就妈灼着 清洁 然后再倒水给他 照顾他的baby 他就问了我一句话 你们的training有教你做这些吗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 我说我在service staff 我应该是做的这些东西吧 对不对 他就看着我就笑了 他走之前呢 他给了我一张50块的T 80年代50块 心币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 确实 哇 像刚刚你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觉得你在service line 你觉得这是应该的服务 你觉得这个是从哪里学到 还是你平时观察到 你妈妈本身做理发店 就看到他讲interact with客户呢 我妈妈是个很爱心的人 我记得他因为他是输的读的少 而且他做那个地方 七八十年代比较巴刹了很多朋友 我记得甚至有朋友赌博输了 还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他甚至我妈妈把他的戒指啊 链啊去当掉 就是为了帮这个朋友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比较喜欢用耳朵听人家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去帮忙 因为毕竟从我妈妈那边了解到 同情和同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 我同情你可是不代表我有同理心 你见到一个人有问题 我同情你 你怎样啦 还是我帮你一点 给你一点钱帮忙你 那是同情 可是同理呢 是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坐下来 明白他的问题 看怎么辅助他 我觉得这个妈妈 我妈妈做得很好 所以我很感恩 在他身上学了很多 明白 那么 除了来那里面讲 你第一份工是在这个做维特了 那么之后 我看到其实你也是一名主角员 你是怎样成为一名主角员 其实我从小我生下来 我生下来第二个星期 我就有哮喘了 我妈妈 我记得我阿姨 我妈妈已经过世了 可是我在 在世的阿姨一直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你第二个星期呢 整个嘴唇黑了 手指也黑了 妈妈抱着你去医院的时候 在路上我们还以为你死了 那时候 妈妈就一直很担心 因为我笑喘 所以我很喜欢足球 因为跟爸爸看足球 看了一次就喜欢 然后邻居大哥哥带我去足球 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看足球 我也是很喜欢 所以 可是妈妈一直不让我去 去参与足球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辛苦 可是话说回来 我不是很有天分的一个足球员 我知道我必须很努力 才能 可能 有机会代表球会 所以我在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就很活跃的踢足球 明白 那你有踢什么球会吗 还是你有代表什么队参加比赛吗 我有啊 我其实代表蛮多球会的 可是因为踢球踢了几次呢 哮喘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政府大早餐 有个球会 新加坡休闲俱乐部 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十五十六 十六岁对 然后呢 踢到训练的时候 忽然间我的哮喘来了 那个年代呢 我们没有那个饮喘了 那个喷了 我们没有 所以如果有哮喘呢 就直接去医院 哇 那时候 那时候我真的自己也担心了 我呼吸的很辛苦 我又不敢停 因为我停下来 我怕我感染到教练的 给球员的集中力 我又怕感染到训练 所以我就很辛苦 很辛苦做 大巴士 我一直哮喘嘛 就这样 回到家 然后呢 妈妈就立刻带我去医院 然后就骂了我 就 我记得她好像把我的球鞋给丢掉了 很多事情了 太多太多事情了 我觉得对不起她 明白 丢掉了球鞋 也就mark了你的这个球区的生涯 有点高了一段落 那么只要我们也会谈到你 另一个跟足球有关的一个视野 这样刚刚我们像前面也讲了 你现在是有在演这个小贩之王 也有演这个小孩不奔山 那么凡事都有个头嘛 你怎样踏入了这个演艺圈的生活 我这么说吧 我相信 我相信我自己深信了 每一样东西的事情的发生 都有一个时间分配给你去做 96年 我留 就是三年在那个新传媒 当艺人 电视台艺人 我就离开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再回来 可是去年27年后呢 在一个很巧很巧的机缘下 遇到了新加坡大导演 明导演 梁志强 大家都他是家喻户晓了 就是参加了他那个老朋友 啪啪走 就是一个社区活动 都是老人家一起走 他第一眼看了我 他握了我的手 他说前安群 我要你拍戏 我说好啊 他就说你不知道 你不要知道拍什么戏吗 我说你是梁志强导演 在新加坡你是电影教父 你叫我拍什么戏 我能拒绝吗 而且刚好我那段时间 也是有空了 孩子都长大了 然后拍了签合约的时候 他的PA就问我 你不要问梁导你的日薪是多少吗 我说人家给我机会回来拍戏 又是电影 我需要问嘛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带着这种attitude 就回到影坛了 所以那时候本来是应该是 七场还是八场戏的 到最后梁导给了我多一点戏份 就好像增加到十二十三场 所以我也是很感恩的 而且我很努力了 明白 我觉得其实听起来 你也是一个 机会来了你就把握了 就很多人 你就不拘小节 你觉得机会来了 你就要把握当下 这样讲回去之前 这样你是怎样 踏入到演语权 一直93年 我参加才华横移初心秀 那时候是 就是一个 新人 想要当艺人的明星梦的比赛 所以很幸运的 我进入了大决赛 那时候就是93年 4月1号签下了那个合约 可是在里面那三年里面呢 因为足球的关系 而且再加上94年 95年啊 我被委任加入新加坡国家队管理层 所以那时候我必须身兼很多职业 有足球 有餐厅 有什么有什么的 所以到最后我选择了足球 而离开了娱乐界 所以你说回来这一次呢 我觉得就是时间有自己的安排 所以说我觉得先把自己现在的本分给做好 当时间到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 他会说 哎 时间到了 他会把你捉住 那时候就是你的机会 嗯 明白 那么你刚刚也讲到 你就是被拉进去这个足球管理层了 那么我看到你的经历的时候 你其实也打造了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足球队 为什么当时会想要 而且更准确来讲 如果是新加坡联赛的一个非洲球队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要先说回最终最终的就是 身为一个新加坡人 我当然是以我国家队为傲 也希望为国家队有一天 我能进入国家队哪怕是球员或者是管理层 我也想付出贡献给我的国家 所以我在1999年 拿下了新加坡的一个业余球队 叫弹兵尼流浪队 就是从那我开始建立球队 那时候是业余嘛 可是业余呢 他允许我们三个外援球员 我那时候就有很多非洲球员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connection就来自非洲 然后我也有德国 有纽西兰球员 可是最终还是用了很多非洲球员 在那99年队到2004年呢 我们的成绩都很好 我们不是一支有钱的球队 可是都是属于通常的每个球赛季呢 都是前三前四名的 很多次呢都赢了不少的杯 奖杯 然后呢我也组织了一个女子足球队 也赢了新加坡四连冠 那时候觉得 那时候觉得 哇我好像 好像不错了 好像是上天派我来挽救新加坡足球了 野心开始大了 就觉得不然我就做多一点好不好 那时候刚好98年 当法国第一次赢得了世界杯 11名球员里面呢 政选球员里面 有9名呢 是非洲季的球员 他们都是很年轻 就过去了法国 就从那边就 变成法国的永久居民 就代表法国球队 我就在想 哎 我不然就把 把一支 把非洲球员带来新加坡 组成一个职业联赛 去参加比赛 希望好的球员 接下来日子呢 能代表新加坡国家队 我就是朝着这个梦想 而去组成这个2006的 非洲竞技足球队 Sporting Africa 明白 这样你们 2006当初 成功组成了这个球队 带了一些球员 一开始的成绩如何 开始的成绩很好 我记得头六七场的时候 我们都是前三名 而且呢 我们就打败了 很大的球队 而且我们的体育场呢 除了球迷啊 几乎场场都爆满 球迷呢 也有大概 两三千个 可是非洲球支持者呢 也特别的多 他们就 哇 整脸啊 涂上了 好像那种非洲 非洲那些 Warrior那种 颜色 颜色啦 哇 唱歌啦 就是给整个气氛 带来了不少的那种 那种 从来新加坡球团上 没有见过的 明白 哇 这样 赢了六七场 头七场 你们都是前三名 这样之后 还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还是你有遇到什么 经营上的困难吗 发生了大事情了 当时的大事情 因为 因为我 我也是 因为可能我的思想 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 我一直来做业余球队呢 业余就是职业足球之前呢 我都 用很小的budget 来经营球队 来管理这个球队 来找赞助商 所以我带着这种 小刀巨大数的想法 去经营这个职业联赛 成绩是拿到了 球员的薪水呢 我给他们不多 可是到最后 他们要明白 他们过来 我们这个球会 就当是一个垫脚石 有了成绩 他们可以去跳槽 去别的球会 去外国 那时候他们会赚更多的钱 大家 心理上都明白这个东西 可是 几样事情发生了 因为毕竟我们打败的大球会 他们的budget 一年是好几百万 而我一年可能 五十万都不到 差距 对 所以 所以当然我 我讲话那时候也是有点 高傲了 我都讲了 我还以为是上天 派我下来 帮忙新加坡球会 我怎么那么说吧 那时候可能 我也四十岁了 有一点冲昏了头 因为毕竟之前 在新加坡球团上 有一点呼风唤雨 所以 另外一个就是 我因为没有跟某家媒体 合作配合他们的要求 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攻击 怎么讲呢 他们就写了一则新闻说 我是捏带非洲球员 因为有些球员一个月 是给他们一百块 有些是三百 有些是六百 他就说 那时候英国球员 David Beckham 一个星期是一百千 为什么在新加坡当球员 那么痛苦 他就把整个东西转了 媒体嘛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很伤心啊 我就跟我球员谈 可是因为有好几名球员呢 已经被他洗脑了 他们就冲着我来 所以他们就 讲了我很多不是 我其实那时候我不是 不是 我其实不是对 整件事情的发生怕 不是 我反而是因为失望 伤心 为什么呢 我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嘛 所以我记得这些球员呢 很多啊 因为当时我们 只需要二十五名球员 我来的球员五六十个 有些甚至被困在菲律宾 越南 被球会骗了 没有钱 住在那里 求我 让他们过来 我记得他们 甚至有一个球员 跪在地上说 我叫你做巴巴 你帮我 你让我进入球会 我说不不不 我让教练决定 而不是我的决定 所以 不然间他们全部反过来 咬我 我几乎真的把他们当是孩子 来看待 钱不多 可是我 我自己的 省下来的 就是为了希望 让他们以后 可以出人头地 就算他们不踢我的球会 我知道他们去别的地方 可以领到更好的薪水 所以那时候是最伤心的 就是最痛心的 也是这个事情了 当然当中 也要求了一两位朋友 来帮忙 这两位朋友呢 在球赛还没 球季 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就 哇 一直说 可以的 Colin你可以的 你球队会拿到好成绩 真的拿到不错成绩 他们还在 可是当球队 陷入了那个 那个financial problem的时候呢 我找一两名朋友 帮忙 反而是被他们臭骂了一顿 而且呢 另外一个就 没有说半句话 就说忙 就把电话给盖掉了 所以我觉得 并不是因为 我怕任的东西 只是我因为伤心过头 所以呢 我觉得 有点不能集中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我当时 所遇到的问题了 那时候心理上呢 不懂得怎么去收拾这个包袱 对 直到 直到有一天 那时候我也是 球赛还在进行 可是我已经很少下去 球场 我由那个 教练做决定 可是每个月呢 因为我答应了球员呢 我有两个选择当时 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把球会关掉 另外一个呢 就加薪水给球员 把球会关掉呢 我将是新加坡职业球赛 历史上的一个 唯一的把球会关掉 我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也可能是面子的问题吧 其实有朋友说 你应该把它关掉 这是他们的认为了 而第二个呢 那就是那个要支付他们的新的薪水 开销也大了 所以我一直去找sponsor 我还记得通过朋友找一个sponsor 是个大大大大老板来的 在那边等了四个小时 听了我五分钟 然后说 多几天你把ponsor寄过来 我把ponsor寄过去 我其实要求的不多 只是五千到八千块钱 让我筹备 主办一个dinner and dance 可以从那里卖桌子 卖那个 入席的票 拿更多的钱 然后 到最后他说 对不起 这样的帮忙方式 不是我们公司的方针 我说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 你可以帮我的呢 他说没有了 我们没有兴趣 所以有时候 就是一折 一折再一折的那种impact 不容易 毕竟是我的passion 因为我是用心来做 对 可是当你用心来做 你被伤的 也可能是最痛苦的 可是 就是这段时间 我很感恩 我的前妻 我的爸爸妈妈 都帮了我度过 这个最难的时刻 我还记得 那段有一段时间 我其实呢 进入了一点depression 可是没有人知道了 就是每天 就是待在房间里面 等到有一天 我老二 我记得那时候 大概是 八月九月 接近那个球赛的尾身 我的老二 那时候他大概四岁五岁 很调皮 他就跑到我房间 突然间 就跳到我的 我的这里胸前 抱住我 爸爸 你很久没跟我们吃饭了 哇 我看着他 那时候我就哭了 我哭是因为我觉得 几十年 我以为 我用心付出的东西 是对的 我认为是对的 可是我却忽略了我很多 很多爱我 疼我 照顾我 扶住我身边的人 我也恍然大悟 醒来了 对 听起来 其实 你做这个球会 一开始 就是让你想 就是你想要付出真心 想要让一些非洲球员 有一个机会去跳板 但是之后 发生了一些类事情 反而让你觉得 真心换觉情 然后之后也看到 家人的重要 这样你看到 当你去体会到 家人的可贵 我相信你这个球会 最后也是关了 那你有关吗 还是 球会是关了 我可以选择继续 可是我决定 把球员带去 印度尼西亚 因为我觉得 做东西要有头有尾 不是所有的球员都针对我 还有一些 一半的球员还不错 我就把他们带去 印度尼西亚 去印尼 然后去 去参加比赛 然后有超过70%的球员 在那里拿到了合约 甚至有一两名球员 去越南 其他国家 菲律宾 他们都得到相当好的待遇 其实我的梦想 我的做法 也受到了当年 BBC来访问我 他们觉得 英格兰 就是地面层的球会 应该用我这个model 我的方式 去招选更多 螺旋更多的非洲球员 然后 把他们慢慢培养 成为英格兰球员 英格兰人 明白 这个model确实蛮interesting 这样 对 这个球会 after你把这些 球员 带去印度尼西亚之后 然后 那之后你 还有在从事在足球相关吗 还是其实你又 换了不一样的跑道 我觉得那时候 我就要给自己一个空间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球团上 就是除了搞球会 我有足球pub 足球杂志 任何跟足球有关系的东西 足球项目 我都做了 我在问我自己 是不是该给自己一个时间 一个break 去好好的理智一下 去吸收一下其他的经验 所以我当时就去 就是人生 第一次去interview 找工作 那时候 2006年年尾 球季结束了 非洲球员在印尼了 我回到新加坡 我就告诉自己 我必须重新再来 40岁重新再来 这样你学 你讲你interview 这样毕竟你一辈子 你的早期 都是在做生意啊 或者是在做 你有兴趣的东西 那么突然间 要回去interview 回去我们所谓的 corporate职场 对你有什么冲击 我其实我没有信心的 不瞒你说 我因为我学历不高嘛 我毕竟只是一个 而且我可能也是一点面子的问题 曾经是个艺人 又是曾经是国家足球领队 我要从哪一个level开始呢 所以很多的挣扎忧郁在里面 到最后呢 其实我蛮幸运的 就是在学校 有一两间学校的老师 曾经跟我合作过的 他们都给我机会 当就是管他们整个学校的足球课程 男队女队一线二线 就是其实一个月呢 都有不错的收入 可是那时候我有点固执 就说我要离开嘛 我要找新的东西 所以其中一个interview 就是猎人头公司 那个2006年12月interview 我等到三月多 他们说好了 你四月一号来开工 猎人头公司 我就问那个GM 我说四月一号是 April Food Day 猎人节啊 你们在跟我开玩笑是吗 他说不是啊 我们真的要请你啊 就是那时候 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开始了 明白 这样突然间回去职场 一开始像你讲 你没有信心 这样你整个所谓的 这个corporate career 你觉得是所谓的 是顺利的吗 还是你其实遇到更大的冲击 讲真的 我一直做的都是小生意啦 最大最大做的就是一个restaurant 一个 pub 工作人员大概十个以下那种 corporate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corporate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corporate 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记得我GM 但我找我的位置坐下来 我那时候猎人头公司 对 我记得那是在Refers Place Republic Plus 我就哇 那个环境 哇 那个东西又进来了 那个魔鬼又进来了 就是那个环境 就觉得 why not 而且我喜欢interview人家 所以我说OK 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天上班的时候 第一天 他就给我坐在一个位置 位置说 这是那时候电脑是大大台的 那个Macintosh的东西 大大的 他就说 这是你的computer 你这个是Windows 这个是Microsoft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怎么按 什么什么 就解释了一大堆 我就愣着看着他 我不懂得怎么用 那个Microsoft 是什么来的 那时候就 因为是国际公司来的 有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 印度 美国的员工 澳大利亚 一个猎人头的 年轻小伙子 他就站起来了 他大大声笑 哈哈 哈哈 which stone age you come from 每当我讲起这个东西 刚开始会哭了 现在我会笑 因为我觉得不是当你跌倒了之后 你爬起来 你就能爬起来 不是那么简单 那时候我就笑笑 看着大家 他们每个人用那种眼光看着我 坐下来没多久 我去了洗手间 我就在洗手间哭了 我那时候真的很 很责备自己 说你看 你一直做老板 请人 请人帮你工作 可是连最基本的东西 你都不懂 因为以前做老板 就想到妈妈做老板 然后就请人请人 请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可是自己却解决自己 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哭了 可是我告诉我自己 要哭的值得 所以当时候就是因为不懂的用电脑 不懂的打字 每天就早上最早的一个到office 本来是大概8点15分 还8点半开工 我其实很早就到 我是最迟的一个回家 就是去外面见的顾客 回到office打字 不懂的打字 一个一个打 email send的出去 然后拜六礼拜 尤其拜六回去自己工作整天 因为为了整理上个星期的东西 也准备下个星期的东西 星期天有时还回去半天 我那时候的我的前妻还以为我有外遇 可是我又不敢告诉她 她的老公是这么这么的笨 像当时候 当时候我相信你的心情应该会很复杂 因为像你讲 第一点你在工作上遇到了这些所谓的人眼 但是你回到家 你又不想要把这种东西分享给你的家人 这样你是怎样逼自己前进 你当时候的动力 然后最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你在工作上 可能就是因为我感恩 我有我的家人爱我 我感恩我父母亲 我妹妹 我的前妻 当时太太 我的孩子 我的岳父 他们都很关心我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男人嘛 就是一首歌叫男人花 我不晓得你听过吗 就是我宁愿 学着站 也不要跪着哭 可能就是那种想法 要做了 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 上天还是会可怜我的 我就觉得只要你很努力 你就有机会 因为毕竟做胜利都是这样的想法 你不努力 你不肯做 你就完全没有机会 就这个机会就出现了 不瞒你说头三个月我是没有 第三个月后我的GM 跟我的老板就叫我进去他们的房间 老板的房间 大老板看着我说 你知道吗 我看了你的记录 你真的很勤劳 第一个进来 最后一个回去 我们要参加什么东西 做什么东西 你都很乐意的帮忙 可是 我们不能白白的养你 那时候 不好受了 那时候四十岁 人家这样讲 我相信他也是无意的 到最后 我说 GM就告诉我 给我最后一个月的机会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每次下班的时候 九点多 十点 总会在电梯上 遇了这个女人好几次了 她每次跟我笑笑 我就跟她笑笑 可是 我相信是 第二个月后 对第二个月后 她就问我 你是这个建筑 在这个大厦里面 你是做什么的 你的公司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猎人头 我说 做酒店猎人头的 她说 就是见了几次面 她就告诉我 然后 我像第二次见面 她说 不瞒你说 这是缘分 我又见到了你 我们的公司 旗下有九十多间酒店 在全世界 我们的老板是谁谁谁 我说 我认识她 那个女的就看着我 我相信她心里想 你真的吗 你是不是做sales 讲那么好听 我的大老板 你怎么认识呢 你现在只是一个sales的人而已 我说我真的认识她 因为她是我们新加坡足球协会 其中一个发起人 而且我们也真正的碰面了好多次了 她说 好好好 她有点半信半疑 第二天 她就打个电话给我 我老板叫你上来office 她说 好好好 我就立刻飞上去了 然后跟老板打了个招呼 然后那个朋友 那个女的朋友 她说好 我就让你联络这个人 她是谁谁谁 你从她手上 会得到我们需要的资讯 然后你去努力的做吧 刚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 就是第三个月 要接近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就进来第一个sales 就是通过那个公司的 而且那个佣金还是相当不错 是个法国人 他是在泰国一个酒店当GM的 所以自从那个 通过那一关之后 我接下来 大概接下来的一年里面 有三次到四次 我们这个酒店的department 就是猎人头公司酒店department 超越了其他的department 其他department 有律师的 有银行的 他们的利润往往都比我的高 可是那几个月 拿到了top sales 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了 我还有一个助理 他也是很棒 所以那时候我不瞒你说 我这次不进去厕所了 我去楼下买了杯杯 就在那边喝也哭了 就告诉我自己说 老人家你还不错 你还蛮能干的 那时候我还是有点胖胖的 明白 听起来就也蛮曲折了 就像你讲 从从zero sales 然后之后 已经被必要 要离职了 可是最后 还manage 把你这个整个部门 做到top sales 这样 这样你最后 还有继续在做headhunter吗 还是你就决定 又想要换环境 还是又发生 对啊 我们之前分享过 我的人生就起步很大 我的心跳叫bop 然后我的岳父 我的岳父是印尼华侨 他中风 他在印尼有批发公司 小儿子帮他掌管 那时候他就把对方 他其他的partner的股份 全部纳收 就是买下来 然后他需要人去帮忙 他就 我们就谈起这个事情了 我说我很愿意啊 因为我很感恩 因为他是个有钱人 而且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愿意把他的女儿 嫁给我呢 我真的很感激他 所以在这种人情啊 我觉得世界上人情 是最难还的 我觉得我应该 在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就 过去帮他 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机会 是在他的公司 批发公司呢 也是从零开始了 就是建立了一个 就建立了一个 Marketing Department 而他的公司里面 大概有 七到八个不同的Department 我是其中一个的Head of Department 而我管理的呢 是整个苏门达拉 当时苏门达拉 我们有大概 40间Warehouse 每一天呢 大概有 360到400架货车 跑整个苏门达拉 员工大概有1200人了 规模 也不小 这样 从新加坡 去到印尼 一个 虽然 不是讲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但是 它还是有不同 这样你觉得 有对你来讲 有什么文化的冲击 还是 有什么 做事上面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很多困难 很多很多困难 第一 语言不沟通 去到印尼 如果 各家的山 在 并不变大 在印度尼西亚 怎么讲 我忘了 我忘了 以前我是很顺畅的 去到那边 所以我去那边 我去那就是要学 学的当中 被人笑了很多次 当了小丑 很多很多次 可是我就是要学 怎么学呢 拜六礼拜没做工 我就跑去supermarket 就一直跟人家讲话 就叫我的经理 看哪一个有空 请他全家人吃饭 吃了饭之后 就叫他跟我去supermarket 再去走走 看看 去明白 然后在 美丹 必须学他们的福建话 他们福建话跟 福建话是相似的 大概有七八十百分之相似的 所以去到美丹 是一个华人社区 所以我不懂的 他们福建 是肯定会吃亏 所以两种语言 我都必须去学 所以还好 我的同事都很照顾我 很帮忙我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 这个uncle飘洋过海来 不是很聪明 可是很努力的做 那时候是第一关 第二关就是 那边老职员很多 所以我进去 毕竟当然是岳父是老板 可是他不在 而且那时候我的小舅子 他的人是比较随和 不像我这样 会有时因为我的要求 我会跟人家撞 我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我是对事不对人 所以在这方面 我有时也得罪了 一两个高层的员工 当然我去那边 也是需要学习 所以经过九个月后 我的department 就有大概25个职员 有些是从里面 就是internal promotion的 有些是从外面 就是请进来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我其实 就是在训练 女职员当经理 因为在我们这个环境 女经理是很少 少之又少的 有的话 甚至在野家达 而不是在苏门达拉 明白 这样看起来 你把一个很陌生的环境 然后你还是一样 很努力的去学 然后之后也当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样你最后 做到了什么结果 我有任何的结果 都是因为我有 很好的同事和管理层 来支持我 我最感到开心的 就是我们整个苏门达拉 分为一区二区三区 绵兰是在二区 我管的是marketing 批发整个区 可是在第三区 那个operation 就是他们 从接手到 我进来之前 都是在亏钱的 刚好那时候 他们在找一个经理 来管那个区 我的管理层 觉得 因为那时候就 很多人在碰 很多人在撞 有的人说 你那么厉害 讲话你去管 好不好 那时候我记得 2011 2011 我2009过去 2011我就去管 对不起 2012 对 2012尾 我去管 然后接那个区 2013 对 2013我的岳父 在3月18号过世 那时候 我很伤心 因为毕竟我们 我自己 我觉得 能相信我 也全权支持我的人 说和做到的 没有几个 做到的没有几个 说的很多 做到的没有几个 我岳父是其中一个 他就像 我的亲生妈妈爸爸一样 完全的相信我 所以 因为带着感恩的心理 我觉得 我失去了 生命中的一个 很宝贵的人 所以 我那时候就 有点担心了 可是我也 没有放弃了 我就借了这个机会 就去了 那个第三区 我记得 我岳父过世了 大概两个星期 我去跟他们 开会 所有的经理 在那儿开会 那天下的很大很大的雨 不是一天 连续两三天 我坐飞机过去 都有点危险 可是我还是过去 我就借了这个机会 就跟他们讲说 你看 我们的创办人 很感动 也在流泪 而且不是流了一天泪 流了好几天的泪 因为我觉得 他觉得我们得到了一些 很好的成绩 可是我们必须再接再厉 好好的发奋图强 不要让其他的区的经理 看不起我们 我们就是那一年 我们 sales sales 就是49% 49% above set target 完全把第一 第二区盖住了 我们赢了 所以我那时候 我的经理 他们就 他们不年轻 有些比我还老 就有些来抱着我 因为 我觉得我让他们 赢回了什么呢 尊严和免质 明白 因为每次开会的时候 他们都是被人家攻击的 你们这个区亏钱 亏钱我们这个区赚钱 要补贴给你们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我做很多东西 我到最后是希望 人家能赢回他们自己的尊严 所以那时候 有一个经理就问我 你过来这里这段时间了 你没有set sales target的 你就是每天就 跟我们谈电话 问我们要做的事情 什么什么什么 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format 给他们 叫做daily focus 长话短说 就是每天你要告诉我 你要做的东西 做好了吗 这个比较细节的 需要一个钟头 两个钟 他们都做得很好 给我 我说 如果你们肯做的话 肯解决 我觉得问题 其实我何必set什么target呢 因为每天你在provide solution 当你provide solution的话 你已经接近target了 所以这也是sales 所以我不是需要set很大target的人 还是什么 基本的就好 不需要set到高高 然后给人家压力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的 我觉得不需要 如果那个人肯帮你做的话 你set什么target 他都会做得最好的 你不用settarget的 明白 听起来其实就是你比较more on 是在 instead of like 在金钱上的motivate他们 发的是心理上的motivate 让他们想要找回尊业 让他们有这个自身的想要去做得最好 像你讲的daily focus 每天做得最好 这样我们谈一下你回来新加坡 刚才你讲在印尼之后 我们就 然后相信你之后也回来新加坡 那么为什么当时你会想要创立 spike of love 次次的爱 我回来新加坡 2015 大概是9月11月 印尼的速度呢 其实不慢 我先澄清 很多人说印尼很慢 不慢 我们在FMCG做批发饮食的 有时我凌晨4点5点就起来 去巴萨做 有时做到晚上七八点 而且有些决定要做得很快 可是问题是我那个skillset回到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所以我那个skillset来到这里 有点用不着了 所以我就说不然回来就先轻松一下 先relax一下 很不幸的2016 我一个30年的好朋友 因为心脏病的关系 大德是在路上去医院过世了 那年他才52岁 那个是我每天都在讲电话的一个好朋友 两个男人 好像两夫妻 好像男女朋友一样 吵吵闹闹闹的 今天吵架 明天其中一个已经打电话说 待会儿哪里见 待会儿我们哪里吃饭 关键他的过世 也把我的人生拉到另外一个地上 因为我毕竟也经过了他人生的起起落落 从没有结婚到结婚到离婚 所以那时候我也伤心了 我一直就 我也问天 我说为什么 你不能让我顺顺利利呢 你不能让我真的有10年 15年这样顺顺利利过我的时间呢 就是我在印尼的时候做得好好的 我的岳父就过世了 我都希望看到他 让他看到我做到那么好 是为了报答他 我这个好朋友回来新加坡 想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什么什么什么了 可是他就过世了 就是利用那段时间 就告诉自己要写一本书 这本书是关于 我在印尼遇到的别人的故事 总共有21个小段故事 学习感恩 还有很多就是人家的故事 我就用来跟大家分享了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带过故事的人 所以那段时间到2016 201611月 年尾对 年尾对 年尾我就发了这本书 可是我还是没有真正的去找工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心理上还思想上 心灵上啊 还思想很多东西放不下 然后2017我的前妻就介绍我去 一个一个一个 一间公司当head of product head of product 就是管那个product 管那个price point 管那个event和marketing 所以做了九个月 离开了 然后在那个 dads for life 爱心爸爸 就是那个 一个一个movement 就是这个是告诉 就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基本上呢 是promote爸爸 就是分享多点时间 给孩子 给他的太太 给他的家人 因为一个一个好的家庭呢 很多时候都是由爸爸的开始 爸爸的爱心 所以在那儿合约完了六个月 做得很开心 很开心 可是他们的budget 只能做六个月嘛 所以做完了之后呢 我就有点空空荡荡的 然后就想说 做什么好呢 就在2018 2018大概是10月 我就拉了两个儿子 在我前妻的帮忙下的上网 就注册了spites of love 一个榴莲平台 你的整个人生曲折 然后慢慢引领你去 因为看到父亲 在一个家庭的重要性 然后也就拉了 你的两个儿子 来做这个spite of love 像这个榴莲平台 其实是一间怎样的公司 不知道你可以 跟我们再进一步分享吗 对不起 给我点时间 我去分享一下 这个公司的来源 和他的道德价值观念 其实小时候我因为有哮喘嘛 所以妈妈特别的照顾我 每一年呢 有两段时间 她是特别的关心我 第一就是过年过节 她不让我喝汽水啦 吃橙啦 我一定哮喘的 第二呢 就是榴莲季节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开始喜欢吃榴莲 我知道很小 很年轻 七十年代 那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买榴莲 那时候我记得 一公斤大概四毛五毛钱 那时候四毛五毛钱 是很大很大 可是每次都被人家骗 所以妈妈为了 她是个生意人 她为了让这个儿子 吃到更多榴莲 更开心 她就把左右邻居 就跟他们分享说 我们榴莲季节要到了 一人出一点钱好吗 然后他们都说好啊 所以榴莲季节来的时候 那个卖榴莲的uncle 就把那个一锣 以前的锣是 巧克力色的 会割到手 那个锣 放在我家的客厅中间 地面上都是报纸 那时候邻居全部来了 我们坐在地上 开榴莲 一有好的榴莲 那时候我小嘛 他们叫阿坡 他们说阿坡 吃榴莲啊 广东人 不见得阿坡 吃榴莲啊 就是好的榴莲 他们都跟我分享 给我吃 甚至有马来同胞 那时候真的是很快乐 就是觉得 吃榴莲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情 而且更快乐的是 我这样想想 其实我们都是 不同语言 不同宗教的朋友 却能坐下来 一起吃榴莲 所以我带着这个构思呢 就是说 我要搞一个平台 一个event 因为毕竟我以前是搞event的嘛 就是做项目 所以我搞一个榴莲项目 所以2019 COVID之前的8月10号 8月9号是新加坡国庆日嘛 8月10号在新加坡的 Mouth Fable 我们做了新加坡历史上 在山上 最大的一个榴莲项目 有一千人 卖了好几顿的榴莲了 明白 这样听起来 你们本来 你们一开始就是一个 卖榴莲的平台 这样eventually 通过event的方式去卖榴莲 这样你现在还是有这个 用event来卖榴莲吗 还是你们的这个形式 也开始有点变化了 问得很好 对我们就是 我觉得我做生意很重要 就是如果冲破了 当然一直要照着我们的方向去走 可是有时候懂得怎么去转变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冲冲冲冲 遇到很多障碍 而头破血流了 受伤了 你不需要再硬冲了 我觉得你要找其他的方式 2020不是COVID了吗 没有event了吗 对 那时候我又说天哪 老天爷啊 当我要起步的时候 你又来了 你又来嘎吵我了 哎呦 不瞒你说 那时候我也离 我也离婚了 我搬出来住了 2019 2020 对 2019 我搬出来住 2020 就是 觉得哇 又来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来 呃 那时候 我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我妹妹说 哎 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啊 你做榴莲啊 我说榴莲怎么做 都没有event了 那时候就呃 我有榴莲泥 就是榴莲泥 然后我记得我的佣人呢 女佣就包了一些榴莲冰条 就用泥包冰条给我说 不然我就卖榴莲冰条吧 就是2019 呃 2020对不起 2020 5月开始 因为很 你们的呃 那个mco对吗 嗯 对 呃 我们这边是那个呃 呃 我们的lockdown嘛 所以我就 那时候大家都很活跃帮忙了 社区都在 大家互相的 送东西买东西 哎 那时候我就找到我的机会 哇 卖得很不错 每天都卖了很多很多包 每天就在送 而且 呃 我我我 我们就找到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公司呢 做冰淇淋的 一直帮我们包包包包包包 哎 不错 然后就 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有人说 哎 为什么你不上网买 卖榴莲 哎 那时候我说 哎 我对网站其实蛮有兴趣 可是还没有 这个这个经验 所以做了一次之后 做了两次 然后我卖的卖法是标榴莲 我不卖 我标 2020 2020对 然后人家说你神经病 你标榴莲 为什么标 就标 价钱标起来嘛 我是我说我开的价钱呢 却比市场呢 便宜20到30% 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呢 四核榴莲啊 四核榴莲呢 我 呃 标了 人家来标哦 788块 新币 哇 788 新币 我会讲 我会讲同样的话 Oh my god 这样你觉得 为什么当 为什么你觉得 OK 就是以这个竞标的方式啦 就是有不同的party 然后去把那个价钱推高 这样你觉得 为什么当时候会有人 愿意花 788 或者甚至比market price 更高的价钱 来去标丢脸 呃 我觉得很多因素啦 我也谢谢当时的老板 给我们这个机会 去玩玩这个东西 我刚开始 把我以前另外一个 呃 新传媒同事 拉进来一起做 嗯 做直播 那时候人家看到两个 熟悉的 呃呃呃 脸孔啊 嗯 他们都给了我们机会了 再加上呢 呃 标榴脸呢 大家看不到 大家的脸孔 就是看到名字 嗯 嗯 好 所以 那那标788是有两三个在里面竞争 那时候真的竞争得很厉害 竞争嘛 有竞争才有进步嘛 有竞争才能标到嘛 那时候我记得啊啊啊有一位那个那个view我在里面说哇今天这这场标榴脸好像是华山论剑有额眉派有昆仑派有少林派在那边哇标来标去嘞三角的标了标到最后这个一个一朋友标到788啊过后我们也继续的标榴脸有标了400多块200多块500多块还是有人标当然标的当中价钱上我们就送东西了 我们就送鲍鱼鲍鱼啦我们送什么啦送什么啦大家开开心心的蛮好玩的对就是玩的性质很重要开心也是 明白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就是你们是新加坡的充满娱乐性的一个榴脸平台就是这个当中的这个娱乐性 这样除了透过一种比较宽乐的方式去拍卖竞标榴脸 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娱乐性这样你们还有怎样把榴脸这个娱乐性带出来 你透过榴脸带出娱乐性呢 那个是开始啦做了之后呢 我就加入2022我就跟另外一家公司榴脸公司配合 那时候我想找一个另外一个主播因为我那个女艺人朋友呢 因为家里有事情工作上的不方便也不能跟我一起做直播了 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哎你去找一个一个球目啦一个一个美女啦 呃放伴利的啦我在想我在卖榴脸呢 大家看着他不必要我的榴脸怎么办 哎你找一个女人拿东西他又不能拿太重又不能开榴脸又不能做什么怎么办呢 我我不是要照顾一个人我的我的生意不是做不了吗 嗯嗯所以就找了一位一个巧云一个集合巧云下认识的一位朋友 他是个歌手嗯嗯哦 然后他很喜欢吃榴脸呃呃 他的数字啊数学啊都不错的啊 因为榴脸我们要懂得算的很快嗯 所以他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就帮我补了这一块 而我是专门开榴脸讲榴脸的人嗯 所以所以那时候我们我记得哈 那段时间2022因为那时候delivery嘛对不对 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delivery全世界啦 因为Covid的关系呢delivery是相当蓬勃的行业来的 所以我们又又又幸运了哈 呃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大季节呢 一天我们卖一顿的榴脸 一顿就是大概20榴脸直播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从下午三点两点开始做直播啊到啊 呃凌晨一点两点都有有时候九点十点 那是我的大儿子跟我一起挨过这段时间 我觉得辛苦可是辛苦的很充实很值得 因为我的大儿子呃他一直都都相信我陪伴我呃跟我一起度过 所以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呃啊哈哈哈哈 就是呃只要有人爱我有人疼我啊我会一样的付出给他 我我很感恩啊 也很感恩我那个那个partner叫Leon Hope 呃他他也也虽然我们两个的脾气 我们两个的呃性格完全的不同 可是当做这个东西我们就互相的配合了 明白 这样刚刚你讲到通常你们是又以这个直播的方式 那我就比较好奇疫情过后了就是我们讲现在 其实你觉得直播以你比较常直播的人 你觉得直播这个产业有有什么变化吗 是否流量有变低啊还是其实有在进行一些 我们没有看到的改变 呃上一次我们做直播因为流年有季节性嘛 对对对上一次我们做直播因为Leon是歌手 他把那个keyboard拿出来我们唱歌耶 嗯我们玩游戏耶有sponsor耶就 变成一个一个娱乐性的一个榴莲直播室 所以呃我们是占着我们的优势啦 因为呃我毕竟是前一人嘛 然后呢Leon是个歌手 所以有时候我们唱歌咯哦你问我爱你有多真人 这样进来哎为什么买榴莲又有唱歌 等到有人说哎你们唱过了没有我们要买榴莲了啊快点快点买榴莲了 就是哈哈哈其实很多朋友变得好像亲人一样了啊 因为我们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有一样东西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在网络卖榴莲直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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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身呢看到 手而已嗯哎呃呃 然后很多时候就出现了挣扎的那个那个事件 怎么挣扎法呢就是呃公有公里婆有婆里啦大家说不停的各有道理啦 所以有时候customer说这个什么什么不好啦我们就换哦没办法 我们一定会被人欺负的嗯我我我给你一个例子呃呃呃有人有顾客买了榴莲 四盒榴莲有一两粒不好 他可以上网complain你 说这个榴莲选给我们这样 可是我们是靠天吃饭的 我们开榴莲把榴莲放在盒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不可能一粒一粒去按 对不对 所以有些是熟有些不熟的 就像你们去supermarket什么什么 你买那个grapes的时候 买苹果 他们说Harus Manis一定甜 你知道不甜你能去退货吗 明白 不行 可是我去遇到很好的顾客 不瞒你说 尤其是马来顾客 我记得马来同胞买了大概16个kg的榴莲 他在网站写了 昨天有半盒的榴莲不熟 可是我妈妈说 我们也认为这是你们控制不了的 其实其他的榴莲都很好吃 那不熟的榴莲呢 我们拿来煮那个Bubu Hitam 那个叫什么 一个糖水 对对对 你看他们是用感恩的心态来看一件事情 明白 就是从中你看那个人的心宽和大 不感觉 你 像这样 除了这种因素 你也看到了 人间冷暖 就是有一些是黑粉 有些是 看到了当中的好 然后忽略了一些小小的错误 你觉得做直播这个行业 还有什么困难 是我们常人没有看到的呢 我觉得直播第一就是你自己 我觉得最近很多都是负面的 就是出来就是要骂人 新马一代我们做直播很喜欢就是先把人压扁 然后讲人不是就吸取流量 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做法 我不需要这样 而且我觉得我不赞成这样 可是别人做得好 他们有流量 我也说good 这是你们的方向 没对没错 毕竟他们这样做也是很多很多人喜欢 对不对 当然他们这样做也必须准备给人骂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播的空间还是很大 很好玩 因为现在我们拿一个手机电话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了 所以如果大家进入直播这个东西呢 可以啊 我觉得更重要是跟别人学习 更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做直播的目的除了赚钱 除了赚钱 赚那个听众的观众的钱 你还能提供给他们什么服务 我觉得信任是很重要 如果你东西坏了 你能不能第一时间帮他们去换掉 还是去提供他们的需求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明白 那么其实谢谢你的分享 那么我看到其实时间也差不多来到尾声 那么不知道 你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不管是透过你的人生经历啊 还是经历了这么多 你不懂你想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呢 其实Spikes of Love 这个平台 我最终的目的就是从零开始 牵着两个儿子的手 我的老二三个榴莲季节 也帮我做了三个月的full time 所以我很感恩就是 他们愿意跟我一起走 做那个榴莲冰棒 我的大儿子亲眼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榴莲冰棒呢 卖到文莱 那个黄族的家族 他们喜欢 也卖到了野家达 也卖到了香港 所以是个小小小小的生意 我们还没想到怎么去扩大 可是他亲眼看到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 其实当然万事起头难 可是当你不放弃自己的时候 人家才会给你机会 当你放弃自己的时候 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是希望从中他们可以 学习 我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老师 我只能说 我尽我本分做一个好爸爸 我尽我本分 就是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间 我四个宝宝需要我的时间 我能放下一切去来到他们身边 听他们的要求 听他们需要什么帮忙 我就尽力 所以我觉得多两年 我大概都要六十岁了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到了每个年龄 都有不同的要求和发挥能力 所以我想说的 其实人到任何年纪都不要怕 最怕的你坐着不动 什么都不做 那才可怕 明白 好 Colin 谢谢你今天分享你的整体的 人生故事 然后一些忠告 那么我们 again 我其实很谢谢你今天 抽空上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也希望以后 也可以再重新邀请你回来 跟我们分享其他的一些趋势 那么直到下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